農曆春節即將來臨桃園市計程車 也公告假期間的收費標準 從1月28號起到2月6號農曆初六 除了跳表價格之外 一般計程車每趟次加收50元 而桃園機場排班計程車 每趟次則加收100元 是1月28日 至2月6號的晚上12點為止 那市區的計程車的運價 是依照跳表收費 再加收50元 那麼以桃園國際機場的計程車來說 它的收費也是依照標準 但是它有加收100元的上限費用 再請市民朋友搭乘計程車的時候 務必佩戴口罩 國內疫情升溫 很多民眾都會擔心外處安全 交通局表示 桃園市內的計程車 車跟公車司機都已經完成兩劑的疫苗接種 接下來也會安排施打第三劑 同時也呼籲乘車民眾搭車時 務必戴好口罩落實消毒跟實聯制 本市的這個市區公車駕駛還有計程車駕駛 那之前 桃園市政府已經在去年 7月至9月的期間 安排專案施打這個疫苗 那目前多數 大多已經完成這個兩劑疫苗的施打 那有關這個防疫計程車的部分呢 全數都已經完成兩劑疫苗的施打 那本府交通局也會協助這個公車 還有這個計程車 那特別是防疫計程車 我們會安排 專案施打這個第三劑的疫苗 來提升我們這個乘車環境的這個防疫的安全 調通局表示民眾如果遇到駕駛 仍以寒假超收車資或拒載等情形 其記下車牌跟發生的時間地點 或乘車收據等相關資料 像桃園市政府交通局或警察機關檢據 也呼籲大家落實防疫一起對抗疫情 記者賴尾一桃園報導